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今天要為各位做金皮分析 也算是做介紹的一個活動 是我們今天來種下端午補給活動 種下端午補給活動 它這個活動是有一個端午補給品箱 當然就是要應應我們的這個端午節 那時間是從現在到2018年 6月20日的禮拜三回戶前 這段時間你都可以買 商城的那個可以用藍鑽去購買 那你開啟之後 一定會獲得融資鑽石100個 還有端午節粽子1000個 而且百分之百的機率 百分之百的機率 額外獲得一個隨機材料道具 不過基本上它裡面有好的又不好的 至於好不好就是在於 你缺不缺那個材料 這邊有看到 包含一些氣息皮革 然後熔靈以及金屬板的部分 就是你有需要它就是薄 你沒需要它就是垃圾 那它售價的話是1000藍鑽 這個補給品箱售價1000藍鑽 一個帳號可以買兩次 不可交易不可删除可以存倉 那我們可以拿到的是融資鑽石100個 剛剛上面有提的 還有鑽物節肉粽的肉粽1000個 隨機道具也寫在下面了 如果你本身有在買融資鑽 融鑽箱的人我建議是可以買 因為主要也不是說要我們這個隨機道具 我覺得那個也沒什麼太大的作用 除非你真的是有課長需要 你開給它那也OK 所以基本上你開出來 如果課長有收 我覺得這時候就趕快收 那你可能可以貴一點點 但是不要坐地起價 所以課長也是有它的個性的 你稍微跟它商量一下 希望用什麼價格可以去跟課長談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有課長在收的時候 如果它有需要 我是建議這時候賣 賣趕快賣給它 不然你等之後它收到了你想賣都賣不掉 那它雖然說我們的活動是6月20禮拜三的維護錢 可以買這個箱子 但是未使用的動物補習箱將於2018年6月27禮拜三維護時統一刪除 了解嗎 13到27號 27扣到13有14天左右 有14天左右的時間可以讓你用 但是你買的時間只有到20號 這個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接下來的部分 端午節粽子 它的功能是哪來幹嘛的 我覺得這才是比較主要的 所以我們看這些東西 我剛 你有沒有在買可以順便買 你沒有課金是可以不用買 但是買的時候它重點是個粽子 我自己是比較看好這個粽子的部分 那粽子的部分你可以跟那個有一個驅員 就是端午節活動商人兌換台灣限定的 英雄變身卷軸以及相關的活動道具 那粽子你不一定一定要買哦 你去打拋棄夢幻之島 古代經理木學也會掉 也會掉 所以基本上它每天有限制的東西 你可以趕快去買買一買 我建議是各位把它買光光啊 把它買光光 好那6月27活動後 它再也不會掉落粽子 而且會統一刪除 這個要稍微注意一下 兌換的東西主要是在這裡 這邊吼 武師格鬥家格鬥家 格鬥家分男女吼 然後強化戰鬥卷軸不解釋 平常大家都來吃龍之珍珠也是 料理箱 這個基本上就是沒有用一個東西 那我是比較看好是這個 變身卷軸啦 那它的攻擊速度102 移動速度2% 司法速度加15% 這三個上面上面的部分都一樣 第二個部分不太一樣 武師是遠攻加2 負重加200 格鬥家是HP加100 傷害減免加2 那格鬥家女的部分是MP加100 魔法攻擊加1 簡而言之 第一個是攻守 第二個是近戰 第三個是魔法師 但是 但是注意點 我個人的認知是 因為它都是萬能的變身 所以如果你今天 平常練功 你的變身沒有很好的時候 你可以拿這個來用 聽得懂啊 例如說你沒有紅變的人 你就可以拿來用 它這邊有寫啊 這邊就是 變身香水斯利安 甘特跟宙斯 那其實 因為它是萬能的 所以你也可以全部買 一支變身時間是30分鐘 所以買好買滿都可以變身 你練功效益會變比較好 練功效益會變比較好 那你一定有人會問說 那我 要拿多少肉粽去換 啊兩個禮拜OK嗎 現在來為各位介紹 兩個禮拜 你注意喔 假如我今天買了兩箱 總共是2000個端午節種子 我來算給各位看 可以看到我們的活動的 商人 虛言在這邊 點了之後 如果你只是針對單一職業 單一職業 例如說我要50 我要50 我想要員工的部分 我買三張 強化戰鬥選擇 再買五張 我自己的認知啦 我覺得這樣買CP值 算是OK的 在你沒有打到任何的 的肉粽的條件下 總共花了115個 肉粽 乘上 我們大約抓一下時間 14天兩個禮拜 你就會花1610 聽得懂嗎 如果我今天再加上一個龍子珍珠好了 我再加上一個龍子珍珠 總共135 一天135 乘上14天 我要1890的這個 肉粽 所以兩箱買了是夠用的 兩箱買的是夠用的 但是我剛有提到 因為它是萬人的 所以 你假如把格鬥家也買滿 格鬥家男女都買滿 一天會是315個肉粽 315個肉粽乘14天 你就要花4410個肉粽 我個人應該會是這樣買 我個人應該會這樣買 然後每天買滿 然後把它全部拿去吃一吃 頂多我這個龍珠可能就不克 龍珠可能我就不克 龍珠不克的條件下 頂多啦 但是我不曉得 我覺得龍珠以外 因為其他時間都比較長 所以其他我可以接受 假如龍珠我不買的話 一天是295 295 295假設 我們一樣大大大力抓個14天 總共是4130 所以你在這14天當中 你只要自己再打2130 就可以每天都是這樣打 這是我個人的建議 也是我的推薦 給大家參考 如果有更好的一些方式 或建議或者 呃我的說明當中 可能有哪裡有錯誤的 也歡迎大家來執政 ok 好 那今天的金幣分析就到這邊 我是平白信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請記得右下角按個訂閱 右下角按個喜歡 訂閱 訂閱旁邊的當愛說話 隨時可以收到的最新的消息 我是平白信 記得分享給你們 amigos ㄟ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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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ˋㄟㄟㄟㄟˋㄟ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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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ˋㄟㄟㄟㄟㄟㄟㄟˋㄟㄟ!! criptions 哦